為什麼香港人週末都會去深圳玩 香港人不想深圳都會去哪裡呢? 今集就說香港賺錢深圳花的系列 究竟香港人去內地有多瘋狂呢? 每逢假日都大量港人過關 第一站尾到部就是這個Apps點點杯飲品 今次就試了開心果味克里拉和佛手巴洛 不過我就覺得這個佛手巴洛就是偏淡了 反而開心果味這杯就比較突出的 本身就想吃這一間 為什麼這麼多人排隊 原來在門口發現是最近被TVB推介過的 之後就選了一間不需要排隊的牛蛙 其實一直都想試吃這個紫蘇味的牛蛙 今天終於試到了 這個牛蛙真的很大碟 也很抵食 還有很多肉 值得一讚 這裡的服務員真的很貼心 因為我們是不小心按了兩次同一個食品 然後就專門走過來問我們是否點多了 那天就幫我們取消一下 吃飽了之後 就去把我一個大紅的招商卡 就換成Hello Kitty 是不是很漂亮呢? 之後就再去看九龍城寨 大家想不想知道在深圳和香港看電影有什麼不同呢? 下期再帶大家去看一下和說一下有什麼分別 也留意啦 我是艾琪 下集見 拜拜